呃呃 呃 紐约的华人媒体 你们好 大家好 我是Daniel吴彦族 大家好 我是冯德伦 说变成的 阿弥陈克日 Aramas Knight 我是Aramas Knight 我是 我是Aramas Knight 好吧 有五個barons 怎麼說呢 一個好像那個 很多不同的鎮 一個鎮柱 然後每一個鎮柱有 他一對的病人 我是其中的一個 是Quinn the Baron 最棒的 最厲害的一個打手 我們拿了西遊基的一些概念 放在這個片子裡邊 但是沒有拿他的故事 放在這個片子裡邊 所以沒有那個豬 沒有孫武功啊什麼的 然後拿了他們的一個 可以說是 他們的spirit 譬如說孫武功的他的那個故事 就說他從印度到中國 他走的那條路有很多的挑戰吧 然後就有一個改變 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很反本的一個人 然後到結果呢 他變成一個佛 所以我們希望 我的那個角色叫Sunny 可以有一樣的一個 一種轉變 他是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很壞的很 很冷漠的一個人 然後他慢慢的慢慢的遇到 Aramis的角色叫MK 遇到其他的情況 就慢慢的慢慢的變 然後從一個壞人 變成一個好人的一個故事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是演員吧 我只是建制吧 我們有另外的拍檔 他找我 因為他要拍一個那麼的電視劇 有武士有關的 武俠的一個電視劇 但是他完全不懂 他問我能不能幫他 去安排這一邊的東西吧 就是武打的部分的東西吧 所以當然我就 第一時間就找Steven 然後我們跟那些 建制就創造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開始找人幫手 就弟弟 就我們的武術指導 而且我們其他的武漢 都是在中國來的 所以這一部分是我們安排的 然後後來呢 他們開始寫故事之後 我開始喜歡上那個角色 但還是我沒有想到我會演的 因為打的特別多 我今年是40歲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找一個 25歲、30歲的一個人 但是他們電視台有很多的要求 他們說一定是要亞洲人 一定是講英文 講英文的人 會演戲、會武打 然後有一點名 那能找到 就這種條件的人 就很小特別小 我們找了他們的 他們試了 然後那些其他的建制 就不那麼喜歡 然後後來他們就 對著我是說 你一定要演吧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 就是從那個動作 那個方面來說 我覺得就是 主要我們是想帶出我們中國 那個武術給外國的電視觀眾去看吧 因為畢竟AMC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這個也是我們很希望 那麼有興趣去做這個案子 就是因為他們平台夠大 多人看 我們拍的很辛苦 基本上我們在香港、中國拍戲的 我們還有很多的時間 因為拍電影的 是有特別多的時間 但是拍電視劇呢 是時間很趕 所以我們要 因為我們的目的 所以就是要把香港的風格 就打的風格 武打的風格 放在美國的電視上 但是我們時間很短 每一集就要八天拍的 所以 而且每一集都有兩場打的戲 所以我們就八天之內 要拍兩場打的戲 就特別辛苦 而且時間很趕 基本上我是每一個禮拜 開六天工 每一天都起碼十二個小時 我拍過那麼多的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視劇 是我最辛苦的一次 因為環境、時間 然後打的部分比較多 跟我以前拍過的戲 打的部分多很多 我覺得在香港和內地島片 其實跟在美國是差不多 只是可能 其實在這邊有容易的地方 有困難的地方 容易的就是演員都非常的 因為他們做一個案子 就專門做這個 他們不會同時間弄很多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弄他們的起就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難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這一次是拍動作片 他們當然對武術片那個怎麼拍 就沒有我們那麼熟悉 那所以就有很多東西 需要長時間去跟他們解釋 那當然我們拍之前 也有很多訓練的 好像那個Aramis 他之前沒有功夫的 從零開始 對,從零開始跟他訓練 他每一次都不停地進步 我聽到你的訓練 我聽到我的名字 我聽到我的名字 我們做了7-week bootcamp before we even started filming Didi Koo was our fight choreographer and Steven Fung was our fight director Coming in, strength wasn't really an issue for me I played basketball growing up and I've always been very athletic but more it was the flexibility side of martial arts that was really my weakness so through the seven weeks working with me Daniel taught me a lot of stretches and things like that helped me to be where I am today which is still not flexible enough but more flexible and I think it helped me so much with this series to not only, you know, the physical aspect of learning martial arts but also MK is taught by Sunny throughout the series so, you know, it was kind of there was some sort of parallel there when you came in Yeah, art reflecting life Yeah, definitely I think 除了舞打之外 故事也是很特別 因為我們的環境 也是很少在電視上看到這種 是未來 但是還有一點古代的感覺 我們創造這個世界 是跟別的電視劇 跟別的電影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很新鮮,我覺得 還有這個講故事的方法 是很豐富的一個故事 不是說 只有跟著我的那個角色 就是去製作 還有別的角色都有 就寫得很特別 我覺得 所以一個觀眾可以喜歡上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故事的線路 你跟英斯汀 你們兩個做這麼久 你們在吵架嗎? 吵架? 吵架就是 哪裡吃飯啊 誰更帥啊 那種 你願意結論誰更帥 現在我們有定案了 就是我們都沒有年輕的 對 我們就是老人家了 所以他年輕的就更帥更年輕 為什麼要安排他跟我們一起 對 我看有網友說很期待你在 就是騙你講英文 對 我覺得這個他應該比較舒服吧 因為畢竟那個英文是他的母語吧 那其實平常你 好像現在你的中文好像退步了一點 我剛剛聽 最近他都在這邊 我們會做一檢查的 明天 我們會做一檢查的 我們會做很多公演 interviews 這樣的 我們會做的 提供了